前不久 我的备用三星手机摔了 最近刷视频时发现有大神把碎屏手机改成了电视盒子 而且仅仅数百元就能有骁龙888 或者8家捐1 子宫电加风扇 火龙都变冰龙 让我心动不已 我的手机也可以接屏幕用啊 接着我又想 如此性能 如果只看看视频 又或者玩玩模拟器 这实在太居才了 虽然是888 但是火力全开后 玩个三角洲也未尝不可 果断安装了一个三角洲 但电视不是触摸屏 怎么玩 接上键鼠或手柄 游戏又不支持 这就来到今天的重点了 超强的按键映射工具K2 操作堪比原生PC游戏 支持键鼠 手柄 或者同时使用手柄和键鼠 那现在就看看怎么操作 我现在这台是破屏的三星手机 连了一个拓展物 普通拓展物就可以 ACMI连显示器 启用三星的DEX模式 其他品牌也有类似模式 还接了键盘 鼠标 电源线 我们先去K22.com下载K22 首次使用要激活 跟着一步一步做就可以 激活后 务必全屏显示 否则界面会错乱 然后我们把游戏加入 点击游戏图标 这里可以使用大神玩家提供的配置分享码 操作高仿电脑版 然后启动游戏 游戏也要全屏 不可以窗口玩 否则点击的位置会错 然后打开游戏的操作设置 自定一步局 使用分享码的用户 可以看看按键 有没有还游戏里面的按键对齐 没有的话自己拖拉下 还有两套场景 打大战场的也要改下 其实K22的配置不难 自己配置更顺手 不懂可以加它们全 回到游戏 点击鼠标重键 就可以玩了 左键开枪 右键开近 退越趴下 探头针法这些都是机操了 长按快捷键鼠标选要 简包自动出鼠标 上下载具自动切换场景 再加上DEX模式全屏显示 简直和电脑版一样了 关键是 由于是手机运行的 所以不会匹配到电脑的那些DMA超生体 是不是突然觉得自己的碎屏旗舰 又恢复网络的荣光了 老实说 500左右就可以买一个 骁龙888改的盒子 做个家庭娱乐盒子 书无超所值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最后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支持我们制作更多的游戏教程 对手 对手货 看好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